来到双鱼座咯 这一次射手座的幸运 其实你们的运势也不错 对,真的不是很赖 好吧 海王信在你的命共 就是入庙的事 但是这个其实也不用多提了 因为就是在未来很久很久 海王信就是一直也会在你的命共里变 对 但是呢 反而就是因为他在六分那个土星 那这个就真的很特别 因为这个是就是一个百年难得一遇吧 因为我记得就是下一次再有这个 海土六分的时候 已经是203几年了 对 然后在我自己的那个Facebook IG 脸书还有IG 因为它是广东话为主 但是香港的那些客户为主 那我在里面也有用一些 也有讲过 就是大奖特奖那个海 海土六分 但是它是用广东话写的 一些比较口语的方法写的 对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如果你又懂一些广东话的话 你可以去看 对 然后这个海王就是海土六分 然后同时有那个三分水星 所以就是自己的那个能量会比较强 会比较舒服 自己可以做到自己 也真的是 真的是不错 但只是要提一提你 呃 因为呢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古典的那个主星 对吧 啊不是不是 嗯 哦 对对对 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天王星 那天王星是管理师二功的 对吧 他在净牛做逆行 呃 然后天呃 逆行就是 这是一个不好的 那个 不好的 不是太好的那个能量 还有呢 就是说因为天王星在金牛 他是一个很差很大 很差很差的那个位置 所以呢 他在你的三宫 对了 嗯 然后他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他跟你那个九宫的那个公主星 我星 我星他在天蟹做入庙 非常非常非常强的那个能量 就是他两个对分 他们两个在 在打架 打架 打架 对 打架 对 所以呢 你你要小心一点 自己的那个睡 呃睡眠的时候 那个自己的那个 休息的那个schedule 的那个呃 那个偏排 不要因为跟一些人 一些很远距离的人 沟通的时候 他会影响到你自己的那个 休息 比如说呢 你有一个男 男朋友女朋友 他在外国 那他睡觉的时候你要工作 你睡觉的时候是他白天的时候 然后你就牺牲自己 你就啊 你你自己很很晚很晚的时候 你也不睡 你跟他去呃 呃 去line啊 去texting啊 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就是呃 对啊 一些比较远 远距离的人 你跟他们沟通 会影响自己的睡眠 还有呢 就是因为 嗯 嗯 古典的那个主星 他在石宫 是德式的 他三分那个三宫的那个逆行的天王星 对吧 所以呢 第二个你要注意的那个课题 但是这个见朋友呢 不完全是一个很开心的事 比如说呢 以前你跟这个朋友是吵过家的 所以这一次见面 你们是要去嗯 和好如初 你们是要去就是解决之前的问题 又比如说呢 你呃 这个月月要见朋友 那朋友是因为有一些困难 所以他才讲你去帮忙 所以这个见面不是完全的很开心 对吧 又或者说呢 你要见 你要见很多很多一大群的朋友 然后里面有 有一两个 你不喜欢的人 但是你也要去跟他们见面 对吧 所以呢 呃 你真的要注意自己的休息 因为如果你的能量是很低 很弱的话 你跟他们见面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不自在 对 还有就是在 我再讲一次 这是跟远距离的人沟通的时候 or in general吧 OK 就是任何时候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不要因此影响到你自己 那个休息的那个 编排 然后呃 哦 我也找了一些 吉日还有凶日 吉日还有凶日 吉日就是好的日子 特别是如果你要跟朋友去见面的话 你可以选 嗯 系列 心里 那个 December 12月的 1 2 3号 然后呢 要 然后呢 要小心一点 12月 10号 还有后面的日子 就是10号 开始到后面的日子 尽量不要跟朋友见面 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